高雄寿山动物园的任务 也要过端午节 就看大象鼻子一卷 立即把这个草料做的粽子 卷入嘴巴 引起游客的惊呼 不过胖嘟嘟嘟水豚 可是不赏脸 他们面对干草做的粽子 只是好奇的闻蚊蚊 还是最喜欢新鲜的牧草 而来看狮子和老虎 他们的粽子则是大香包 不过这个大香包是不能吃的 而是先放到其他的动物区 沾染到其他的动物的味道之后 让狮子和老虎来闻这个大香包 因为他们闻到其他动物的味道之后 展现出狩猎的本能 至于其他动物也有草料 或是水果蔬菜制作的粽子 让他们吃得好高兴 而寿山动物园为动物们准备粽子 不只是端午节应景 由于对动物来说 这造型也是相当的奇特 所以可以丰富他们的行为 刺激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 让动物们一方面享用美食 一方面也玩得很快乐 东森新闻在高雄 综合报道